我們掌聲歡迎平哥大叔 謝謝 好 這是一個Eddie的拍攝 演技 各位 其實我今天疫情期間 剛剛算開場了 有很多小朋友 因為看新聞 小朋友也會讓你意死掉 所以小朋友嚇到 我們也會死掉 好可怕 你知道我們家那一段大樓 好多家庭在吵架 那吵架的畫面是這樣 那小朋友就會跟父母在那邊 講這個話 爸媽帶我去整形 我想死的好看一點 爸媽馬上涼巴掌下來 我們生你 是把你生的很醜嗎 要整人 我們兩個先整你再整 不能殯儀館那麼粗我們是你父母 今天有點地獄 各位 其實台灣的確診率 這個藍疫 其實不會說太嚴重 我們總不像烏克蘭 屍痕騙野人 那才叫嚴重 很多的死亡對不對 知道為什麼台灣不會變這樣嗎 因為我們殯葬夜 瘦瘦很快 有一點地獄對不對 我們不要這樣講 我們不會像烏克蘭這樣子 屍狠騙野 不會 我們的國軍弟兄是非常棒的 不信你叫一群男生出來 那我就直接喊 一兵出列 二兵出列 是不是很快 這是個冰障的笑話 對不對 一兵二兵都出來了 你們都還沒有笑話 我幾陣子也跟朋友喝酒 討論到一個事情 小朋友 有一個重症就這樣過 死掉 我們三個男生喝得很熊 都覺得很難過 哇 這個小朋友就這樣重症死掉了 有一個喝太醉的 就說 重症 那就是太重了 減肥就不會重症 我說不是啦 你要不重症的話 要打疫苗 打疫苗才不會重症 另外一個就很驚醒 他說除了打疫苗以外 也要搬離開這個台北都市重症 然後要改姓回教 去清正式 清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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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現在啊 確診的人這麼多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我想很久了 你看 叫他去打疫苗不打 叫他傳實名字 懂訊也不傳 叫他三塊三 去驗PCR 然後也不驗 他就是不相信政府你知道嗎 比較相信地府 而且這群人要急風起來唱一首歌 這群人要叫他 尼斯虎蝶天天驚慕 看我在地府蠻部 這群人急快就上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